你還會搶劫的 我說實話喔 我不排斥結婚 沒有動力 不是 倒也不是 我這個人倒也沒有那麼愛錢 但是沒有錢真的也沒有動力 我覺得也不用 但是我還要簽一個條款就是說 夫妻財產 分開吃 不宜比你更好奇 你比你更好 要綁在一起 什麼東西定啦 屎都要在一起 其實為什麼我到現在還沒有結婚 因為我有個靈異體質 真的 這個男生只要跟我交往超過三天 他講出來的話 我就知道他要騙我 還是真心要對我好 所以你想我這樣我怎麼結婚呢 是不是 所以一般我都用試車的 試一試就放他手這樣子 一片模糊 風窗 慘不忍睹 沒有 因為現在 處在這種很尷尬的年紀 年過半百 每次都是我的女朋友 他要介紹他男朋友的爸爸要給我 爸爸 那這個 我的朋友本來是跟我是閨蜜 如果他介紹他男朋友的爸爸給我 他要叫我什麼 後媽 舅阿姨 對不對 後媽嘛 那這就很尷尬 那但是我也有考慮 因為對方有錢 所以我就有考慮 但是對方的年紀七十幾 我又擔心 如果兩個是在房間裡面太興奮 他如果咳屁了 我還被叫到派出所去寫筆錄 那我就衰了嗎 為什麼還會 我說實話 我不排斥結婚 真的有狀態嗎 不是 倒也不是 我這個人倒也沒有那麼愛錢 但是沒有錢 真的也沒有動力 我的意思是說 我可以結婚 但是我會要求什麼 因為我一輩子沒有離開過我的爸爸媽媽 要加過 對 條件之一 我一定要跟我的爸爸媽媽在一起 要讓你結婚我跟我說 結婚也不用 但是我還要簽一個條款 就是說 夫妻財產 分開支 分開支 對 因為 AA支 對 那也不如比你比較有錢 比我還要在一起 要綁在一起 總共都一定啦 我們都市都要在一起 對 這個就很重要 先調查一下財力 對 表示你有真心愛人嘛 有的人 有的人他不愛 就有真心愛你 對 財產分開支 怎麼有真心愛你 不愛我 對 愛我還要用我 你們保許回家 不用 這樣也不行 還是要用 對 大概多久一次比較合理 大概三天一次 合理 三天合理吧 那你不能找超過50歲以上的 不一定 有的男生到老還是很用的 我大概快五年多了 在錄加尾美琳那時候 我還有男朋友 那就是 因為我在錄那一段時間 就是很忙就沒有時間見面 那個男的一直擄 一直擄擄到我又被台職 我早上四點多又要出外景 我才擄到我整 啊 吹啦 沒關係啊 太黏了啦 煩死我了 一點都不體諒我 我已經快要爆炸還在那吵 吵吵啊 其實為什麼我到現在還沒有結婚 因為我有個靈異體質啊 真的 這個男生只要跟我交往超過三天 他講過的話 我就知道他要騙我 還是真心要對我好 所以你想我這樣我怎麼結婚呢 是不是 所以一般我都用試車的啦 試一試就放他手這樣子 太花言巧語的男生 你就不要跟他交往 可是這樣子也不太準確 因為有些男生本來就比較 講甜蜜的 不是 花言巧語跟甜蜜的話 那是不一樣的 那或者是說這個人會常常跟你獻殷勤 或者是常常獻完殷勤之後 人就不見了 找不到的 找不到人 或者是說常常他會手機不離身 或者是如果你有交男朋友 他手機都是用那種防虧片 那個一定是有問題 如果是一個坦蕩蕩的人 為什麼要用防虧呢 你又不是在談國家機密 對不對 那你又不是日理萬機 你只有一隻小雞雞而已 你為什麼你一定搞失蹤呢 是不是 這不是很莫名其妙 所以有機可循啊 有機車嗎 就是不行不行 一般叫我付費我就不行了 我來試車我已經虧很大了 你還叫我付錢 那真的